现代人的生活离不开各种的商业活动 那么桃园市法务局就举办了 消保小尖兵下令营 带着国小四到六年级学生 透过戏剧还有试镜的方式 来认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观念 消费者保护教育向下扎根 法务局与原生国小 合作举办两天的消保小尖兵下令营 参加了学员是四到六年级的学生 两天的营队活动安排了走访大卖场 学习检视商品标示保障自身权益 市长张善政出席活动 表扬活动中表现良好的小队 这两天我们的小朋友 配合我们消保官到我们房间 许多市场商场去看看 我们在做这个消保的这个检查 集合是怎么做的 无形中培养他们对于这个商品的 这个品质怎么样来保护自己 不要买到不好的东西 活动中还安排了有奖侦达 沉浸式的戏剧演出等 并且以小队为单位到卖场 进行实境体验 了解政府部门如何执行公权力 有趣又有教育意义 去家乐服 看商品的产地还有产品凌晨 在这个课程我觉得非常有趣 因为这个消保是感觉是一个非常难懂的事情 但是他们去能用一种有趣的方式来 让我们更了解这个消保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剧场 跟他们用一些杂货电电器行 或是全家便利商店 让我们更了解那些消保的重要知识 国小中高年级的学生逐渐有消费的能力 提早认识消费者保护的观念后 未来有机会进行实体店面 或者是线上购物的时候 更能够买到安心安全的商品 保障自身权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